新台湾新光大道 董事杜丽萍昨天晚上被升押 今天早上的这个升押亭呢 开了没多久 不过呢最后是100万交保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案情 这次又扯上原道 是什么样子的检举 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杜丽萍的律师 所提到特征组这次掌握到的案情 女士呢 她基本上是从事餐饮业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她是因为基于这个两家的友人 所以就是出于一个帮忙的角色 就是这样子 这么单纯的一个角色 所以她有证实 她有带钱进官邸 这个部分杜丽萍自己本身 有做这方面的陈述 总共几次带多少钱 没有就只有一次 就只有一次 多少钱 两亿 就这样 她说带这个钱进去官邸的用途 用途是什么 那个时候 当时她的认知只是 就是 那个时候就是 富华金控嘛 那原大证券在买股票 就是这样子 那她只是一个 单纯的就是 陪同静官邸的人 陈述 陈述 这个律师 谭虎谭律师 讲的这个内容 是二次经改相关的案子 因为她说呢 她的当事人杜丽萍呢 当时就是在原大金控 买股票 正在市场上面搜购股票 要并购富华金的时候 带了两亿 陪着原大的主管呢 进到了 玉山官邸 把这两亿的现金 交给吴淑珍 虽然律师强调 这个不是行贿 因为她只是司机 她负责开车 载他们去而已 这是两亿 进入官邸 用水果盒的方式 进入玉山官邸的两亿 另外呢 她还公诉了 另外一件事实 这个是 另外一个7.4亿 是吴景茂 从国泰世华 搬出来的现金 请她放到原大去 听听看这个第二个部分 杜丽萍所公诉的内容 是单纯的开车子 就做一个司机这样子 她去接谁 然后把这一箱拿到哪里去了 她就是去 不能请她帮个忙 那么她去 她到那边才 碰到吴景茂先生 然后根据她的说法 她开车子 载吴景茂先生去原大 那是比前 吴景茂在进行清潜的时候 不晒大跳或怎么样 她就是觉得很意外 因为她其实 她并不知道 她在开车的过程当中 根据她的说法 她并不清楚 那个里面是什么东西 她事后才知道 对是事后才知道 那她有没有自己 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对 根据她说法是 她会觉得有一点怪 可是我想 以她的立场 她也不好去问 因为她是觉得说 一边是她的老板 另外一边又是 当时的第一夫人 所以她也不能去问什么 她就是单纯的 做一个这样中间的角色 杜立平的律师 杜立平的公词 让大家又突然 有一个惊叹号出现 原来传闻又是真的 那个时候说的水果盒 说的行李箱 说的后车箱的现金 跟官邸的之间的关系 又是一个传闻是真的 被证实 二次金改 是不是就要从这里开花了 惠文 我对这位律师的表现 非常的压抑 你是赞赏吗 公诉的有够详细的 那当然如同主持人讲说 之前的很多传闻 都从律师的口中 获得证实 那律师啊 他不是涉案人 他是帮他当事人辩护 谁讲的人 他刚讲都是杜立平讲的 我先讲第一条这个 吴主持人看了这一段 应该也想杀了他 应该是连律师也想杀了 律师跟杜立平 我先讲前面那个两翼 那个部分 因为照律师的讲法 他是杜立平他是帮忙的角色 因为我们知道 他虽然他是袁大政的董事 但是你要叫杜立平 拿两翼出来 我想他应该是没什么可能 他应该不是他的钱 他说他是帮忙嘛 所以他是陪着 袁大的主管去 对 陪 那陪谁去呢 那这个部分我想杜立平 他在这个 在地上有说 不管是特律主 还是说生亚田 应该都有公诉 到底是哪一笔钱 那这个律师我觉得最妙的是 记者问他说那是什么钱 他说是那时候 要买股票要买负华金的时候 我说实在话 这个已经把当时 就所谓二次进改很多传闻 今天早上真的获得相当程度的证实 那这样的话 袁大金话去买负华金 到底这个交易有没有效呢 这是我觉得很奇怪的 那我想杜立平他今天获得100万交保 我的推断是 那就是推断组 第一个生亚没有准的 之前是只要生亚就通通准了 那我的推断是 他在生亚田里面可能 因为不想被收押 所以讲得他过于拒细名 比他的律师讲得还要拒细名 所以就干脆豁出去算了 反正一夜不是我的 对不对 我是撒克拉我开车的 我是司机 开车的角色 但是主持人我的观察是这样子啊 有两个部分 这是标准的微微就照啦 我们知道这个最高检的调查报告 可能下午就出炉了 第二个啊 明天后天扁办都有这个晚会 我真的是希望高区民牧师 能够看一下说 你有看到律师说到两页 跟七页四千万这件事的时候 明天还要办晚会吗 当然要办 祷告的时间加倍就好了 上帝就会原谅 只要时间够长 上帝就能原谅 不过我们看到这个杜立平讲的两翼 这个部分其实这个律师也算蛮老实的 就把两个时间点讲得非常的精准 第一个时间点 送两亿的水果盒进官邸的时间点 那个时候呢 元大金控在市面市场上 去买富华金的股票 表示说是在二次金改要并购的这个时候 那第二个时间点呢 他去帮吴景茂从国泰释华 把7.4亿搬出来的时间点 他也说了 叫做红山军的时候 吴淑珍打了通电话给杜立平 跟杜立平说呢 我有件事情要麻烦你 你要帮我保管一个东西 去找一下吴景茂 结果呢 没想到一去是国泰释华银行 就搬了几个行李箱出来 不晓得要保管行李还是什么 回到了这个元大办公室呢 这个元大的人还蛮激紧的说 要看一下里面是什么 才能做长期的保管 于是就把箱子一个打开 全都是钱 那点超级可能要点很久吧 7亿4千万 点点点点 居然有7亿4千万 哪有这么多钱 两亿 还有这7亿4 都不是瑞士那7亿 都不是 通通都多出来的哦 梅雨 这个真是让人家瞠目结舌 就是不可失忆到这种地步 那你还可以从这个案子里头 看出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二次经改 所有的传闻都是真的 包括在红三军的那个关键时刻 还有一个7亿 7.4亿战 从国泰金贡被提领出来 我觉得吴淑珍跟陈水扁 他们蛮特殊的 这个杜立平 一定在这个生亚亭里头 坦白从宽 所以100万 这是特殿组第一个 踢掉铁板 没有生亚成功 没有生亚成功的人 就是他全盘合盘托出 而且摆明 我坦白的我没事情了 我没拿到某些钱 我才没想到蔡明成功 过来 他如果押进去 搞不好律师也不会讲这些 对 这些讯息都不会出来 就是他在生亚亭 讲得这么清楚 所以100万好吧 就交保了 就是他坦白 非常的坦白 那我就讲一个重点 你会发现 吴淑珍是不是 陈水扁夫妇很奇怪 他们的白手套是多鬼进行 互相不认识 有可能喔 蔡明泽兄弟 蔡美丽兄弟 他现在说要抬 现在都发现 杜立平是从来没有发现过的 另外一条线 你看他这个白手套 有多少个 因为昨天这个名字出来的时候 大家还以为 他是杜立庄的妹妹 所以还有人猜说是 元大的这个亲戚 结果元大的还自己 发了一个声明说 杜立平绝非杜立庄的妹妹 要把这件事情切割 但是其实他是一起的啦 那后来 真的不是他妹妹啦 真的不是他妹妹 但是后来元大的有讲说 因为他跟吴淑珍 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你想想看 七亿多要委托他 陪他哥哥去拿出来 如果关系不是非常好 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那我觉得这个简直 就是说这个案子 就在我来看 我觉得陈水扁可能 真的得继续再吃饭了 要不然他出不来了 因为这个案子不断在报 你想想看 昨天你会想到这样子吗 所以刚刚就讲说 晚会要不要开 我就想说李国师 你这样骂人家 检察官法官三代 你要不要把那句话 再加一代 收回去 好可怕 因为很多人越来越多 这些人都可以把事情都说出来 陈大老怎么看这个剧情的演变 我真的是很担心 我这样下去的话 杠杉开花不断 我们到底要讲到什么时候 就遍地开花 我都没有办法去计划 这个年底或是明年 我要怎么休假 你知道吗 以后要半夜讲 对对对 而且你看 我们这个最反动的 国会议员这个王信蓝 还要叫NCC 处理我们这些节目 你不会处理他们老板 还要处理我们 那我们如何处理自己 这太精彩了吗 我们也想要处理 都没办法 那你看刚刚会员讲说 这个律师 这个很压抑 那你说 你赞美他说很老实 我其实也有点压抑 我说是大嘴巴 大嘴巴律师 这个大嘴巴在我脑筋里头 散过不到三秒 我忽然就恍然大悟 这个律师其实讲的也没很多 我想他那个杜立平 讲的比他更多 所以讲的更多 他讲我们认为多 其实也不算多了嘛 所以那我们就要讲说 为什么杜立平 这么没撑得劲 为什么他一下子就崩盘 其实这个都很简单 你要看看他跟扁家 跟第一夫人 跟阿扁 他们的结合关系 比如说那个余政宪 一路栽培了 这有紧密关系 比如说吴景茂 自己的哥哥 有紧密关系 这不过是坑狗而已 他不需要为第一家庭卖命 他想说大家去那里坐 大家去那里坐牢 糟了糟了 糟了 所以你们刚才说 他很坦白 我希望你们 在赞美杜立平的坦白的时候 不要用太多肯定的语气 他每个人都是 算拨抖抖抖 算我会好不会好 这会不会好 当然就认了嘛 不过这个凸显一个事实了 我们当时都讲 他这座是多长 他如果是协助行费的话 不是很重 他这样也算污点证人吗 还是怎么样 不不不 行费也没有 没有 没有很重 把问题是当初我们就讲 元大拿到富豪金 怎么只有600万呢 你不然实在有搞笑 你知道啊 那个人之常情 600万给你很新鲜 原来不是600万啦 还有两亿的水果盒 那最后那7.4亿 现在流落何方 也不知道 因为交给元大保管啦 那怎么保管的 应该是保管 把它变成两倍 还是怎么样 那个保管 也是个学问 吴大哥 因为刚刚有提到牧师 我要特别点名两位 高静明跟罗龙光牧师 因为我也是长老会出身的 我要非常严正地跟你们说 请立即停止停扁的活动 我要引述耶稣的话 你这样做 是给魔鬼留地步 牧师听懂这什么意思 不要成共犯 善与不善 不能同乎于恶 牧师在台上讲道 在台下也要这样实践 高牧师跟罗牧师 都是我非常尊重的牧师 但是你们在历史关键时刻 不要站在错误历史一边 在你肃关键死客 不能站起来 错误一遍 台误一遍 这个事实上 昨天早上在一个 午前一个聚会场合 其中有一个元大马加德 突然快闪出 匆匆离席了 昨天搜索的是元大 对 但是呢 我知道这个消息了 我就蛮奇怪的 因为我早上也传出 特征主在搜索元大马加 这动作让我联想了 所以我跟一些朋友讲说 去查一下 应该是元大马加 再怎么查就不知道 昨天特征主非常保密 晚上终于证实了 所以早上事实上 昨天元大马加 紧急集合 回到家里 赶快紧急集合 断机挂掉 但是没有到金控 因为金控会惊动 包括陈述 金管会主委 昨天在坐证 邱毅的办公室 不知道什么意思 可能怕邱毅的大嘴巴 讲什么 他在坐证 他在压着邱毅 对 他昨天那个时间 但他没想到讲出来的是谈吐 所以金管会主委 陈述到邱毅办公室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可能怕股市影响 我不知道 因为陈述曾经告诉我们 二次金改的行政没有瑕疵 陈主委 请回答我们好不好 有没有瑕疵 这恶意怎么来的 请向我们报告好不好 请向马总统 请向刘院长报告 他是保证说金管会的行政 没有瑕疵 没保证玉山官邸的行政 没有瑕疵 这个部分是非行政 我觉得陈述主委非常不负责任 会交保是因为态度 杜丽萍 杜丽萍我不认识 但是今天有一个朋友 他还是国内的金融业巨子 他说亲戚 所以杜丽萍应该是望族出手 我想 我这个金融业朋友就跟他说 你要小心 因为招有所 你处理事情 会找办事件的经过 就不听 越卷越深卷进去 我觉得 我想杜丽萍如果知道的话 这是谁 他有一个同辈 是一个金融业巨子 跟他警告过 杜丽萍的角色 很简单 傅华金 在他的元大马家老板 跟吴淑貞之间 坐衙门行走 衙门行走 那态度 当然他态度知道说 避免收押 所以昨天供出很多事情 换句话说 虽然陈云南主任没有承认 事实上二次金改 已经开始在侦查了 因为二次金改是过去 其实是奎迪要给张琪 张丽萍三年前就开始追查了 几乎每个礼拜的2100 周末开讲都在讲 所以这点张琪改贡献很大 今天发起到有道理了 护华金有问题 陈述主委 应该说马总统了 拿陈述不好 是不是请针对二次金改的所有流程 请通通查 请向革命报告 护华金有问题 我所得到的信息是 其他金控都有问题 都有问题 都有问题 所以既然陈述不能查 刘兆玄院长马总统 请下令这行政事务 这个事法无关 请立即对二次金改的所有 通通普查 我觉得这样才能对国人交代 现在经济不景气 我不愿意再说马英九 是平庸无人家软弱 我再说一次 你心力是没有了 两三年内 明年要失业一百万 大家都心里有数了 好 你解释说国际新军海啸 我们也接受了 但是这一点除弊 最重大的犯罪 二次金改 如果你马总统跟刘院长 闭点不点 我们选你干什么 我觉得这一点 哪怕哪一天半夜讲 我们要讲 二次金改的普查 通通要查到底 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要 希望我们的选民 我们的听众打电话 对今天谁掌握权力的 给他施压 现在不是对民进党施压 现在是国民党 公权力在手里 如果二次金改 因为这牵涉到 陈志忠在日本跟美国的账户 更多 因为都海外付款的 这个为什么爆发呢 跟雇重量有关 雇重量的memo有关系 雇重量是跌倒 狠狠咬 护华进一口 但你们国家 国是什么事 但在公权力立场 我再说一次 请测查二次金改 所有银行 这样才能对人民交代 如果这个二次金改 每一家都有问题的话 那个玉山关体的 那个水果盒 应该堆得很高 就是一盒一盒一盒 一直进来 不过杜立平 在这个整个扁家案 侦办了这么久之后 才被约谈 然后才开始 跟二次金改相关的案子 当时郑森池被约谈的时候 他讲一句话说 我等这一天很久 等最久的是这个杜立平 特征组是在什么时候 就掌握到这个相关的讯息 这真的是估重量的贡献吗 对 应该是 我是认为特征组现在手法是先从金钱那边追 可能这些金钱的钥匙 因为有经过这个武警帽 一定会有露出线出来 但是说具体的资料还不够 不晓得是什么情形 所以说会一直拖拖到估重量 把这一块拼图拼上地才开始问 那我这边先跟各位观众 报告一件事情 大概99%以上的人 没有看过7亿4千万是多少钱 台北现站在民国70几年 曾经办过一个案子 那个是谁呢 是香港商王德辉被绑架的 那个金额我们取出来了 账款取出来 多少 有5亿 5亿是多少你知道吗 是我们的乒乓球桌 跌满了高一公尺 满满的就是5亿 那再要几个行李箱 所以说他7亿4千万 我真怀疑这个钱怎么进去 是不是要开个卡车进去啊 我过去办有一个案子 刘维杰那个案子 杜立平一定不会开卡车 对 所以应该是乡行车摆行李箱而已 对 一定是这样子 上次那个一个刘维杰那个案子 6千万是开个小发财的车进去的 所以说这个金额实在是匪夷所思 太可怕 关于杜立平 我的看法是 在整个所有的案子里面 是最完美的白手套 所有的人要找白手套都要找这种角色 第一个 我的关系非常好 第二个呢 我的手法灵活 第三个呢 我在这个公司里面 在严大里面挂名董事 形势非常低调 所以这个人呢 到目前才曝光啊 可以给他一句肯定话 就是说 他是最完美的白手套角色 你说肯定杜立平 因为他的角色扮演太完美 所以能够撑到最后才曝光 最后才曝光 另外呢 我这边报告一下说 为什么他不会收押 他抓住几个重点 第一个 送钱的部分 绝对不否认 而且讲得清清楚楚 他不讲清楚话 这一点会被收押 第二个呢 关于送钱的这些行为呢 他把它行贿这个部分 完全撇得清清楚楚 他说我付华 那个时候已经掌控到30% 我送钱给扁扫呢 目的就是说 叫他不要挡路 这是我们民间的交易行为 这换句话说 他这个法条 可能会引用到什么 借事借端勒索 他这个钱不是行贿罪 所以说他本身呢 就是被害人了 被勒索了 另外呢 洗钱罪 我看那个特征组给他移送的法条 洗钱罪 我心里想完了 洗钱罪是五年以下 那前面还顶着一个陈志宗在那边 他怎么可能会被收押呢 所以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个新闻以后 我跟他讲 不会收押的 还是果然被我料中了 特征组真的要破功了 就是这个人没有办法收押 不过刚才这个玉璇有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他们现在说送两亿的水果盒进官邸 不是行贿 就刚才那个谭虎谭律师也一直说 不是行贿 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要去这个行贿 不管他是公务员还是非公务员 一个阿扁是公务员 吴竹针不是公务员 我们只是已经在市场上买股票了 那给这两亿的水果盒是说呢 你不要扰乱我们 你维持中立 你不要这个支持别人 你只要中立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子躲得过行贿罪吗 当然躲不过 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大家都很流行讲 他们之为条件第四条 那个戒事戒端 大家自己去扳 就是历年来 用这一条判罪的案子有几件 几乎是零 那是什么戒事戒端 因为讲了这个法官不会相信 不是 那很难构成 那第一个要查当查水果盒 水果盒应该是扔的 现金存去哪里的 就那两亿 水果盒里的现金 对 这两亿不太可能 现在不可能在官邸 我觉得也不太可能放在宝来 有没有洗钱洗到哪里去 因为刚刚主持人前面讲 这个跟瑞士那个 2100万美金是不同挂的 不同挂的 所以这钱跑去哪里 这是特征主要查的 那行贿的对价 现在问题是出来这里 会不会构成行贿罪 所以我们如果回到二次金改那个时候 尤其是元大金跟富华金的那一产战役来讲的话 林犬很重要 马永诚也很重要 那如果没有人授意给他的话 我举那个龙坛的例子 你会发现说 其实我觉得如果贪污不构成 可能会变炸漆 什么叫炸漆 就是我 你拿钱给我 我骗你说 好 你放心 我一定交代下面的 一定让你去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 可是事实上我没有交代下去 我钱就收起来了 这叫贪污吗 这比较像炸漆 那如果我有下指示说 那个 那个 估重量你不要买了 你已经买别的了 你不要买了 这个元大马就要买了 那他有下指示给财政部 或是相关单位的话 那就构成 构成行贿了 所以 其实这个问题 他只要下指示给估重量就好 说你不要来买了就好了 下指示给估重量不会构成 你要下指示给公务员 包括那时候林权的态度 财政部的态度 那个质疑 如同刚刚各位前辈讲 那时候传闻太多了 那 刚刚有一个银行 各位前辈都没提到 我来补充一下 这座国泰释华 7亿4千万 7亿4千万的出处 所以 无辜菜花 我要跟这几个大家族报告一下 你不自首 当初法务部 那个政事 黄世民不是叫你们自首吗 你不要对不对 好吧 那现在已经截止了 已经自首的旗线截止了 只剩自白了 你再不出来讲 就一个一个链 对 我要讲 杜立品拉出来很惊讶 对不对 但是我同意 民意权的分析 不是只有他 他这条管理 其他的杜立品们 很开玩出来了 他这条是元大哥跟官邸的嘛 那国泰或是其他的这个 无辜菜花之间的 谁在跟那个做Sakura的 日后还会再出来 这不是无辜菜花 我要补充叫 瓜子花旗 已经看到倒了 不要讲它 乌乌骨菜菜花 这样这样才对 乌骨菜菜花 对对对对 这个要讲得详细一点 乌乌咕咕菜菜花 对对对 不过刚刚中信 向两位牧师喊话 他讲得非常文雅 首先用国语讲 说不要为魔鬼留地铺 这个我是听不懂 因为我不是信徒 然后他用台语讲说 不能确定立宿策务的一边 我觉得这样讲还不够 我讲得更简单好了 我跟你讲 这个案情一路发展下去的话 将来两位德高望重的律师 如何自处 没怎么交代 那不可以说我没输人 愚人为善 当然先假定他们都是善良的 然后这样就下来 不可以了 这两位牧师 不替别人着想 也替自己着想 要替长老教会着想 替整个教会着想 但是我问你 他这个律师讲 说我们不是行贿 就是请官邸不要扰乱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到他们送钱的时候 这个官邸 尤其是第一副文 他们扰乱的样子 扰乱的动机 扰乱的行为 已经产生足够的印象 这些人说 你实际上很乱乱 我这不给你动不行 所以这是封守费 对对对 所以这个成功了 所以他们送钱 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但是问题是 我们现在去想 其实吴时森跟这些人 其实等于在官邸里头 成立一个小朝廷 这个像财政部 金管会 那是正式的朝廷 他们这里头 有另外一个小朝廷 但是这个小朝廷 达到他的目的 收到钱 好 侯利 那如何通过那个大朝廷 去执行 公务员 那个地方 我觉得要查清楚 那这个我想也就是 传这个马洋城 传罗文家的重点之所在 因为吴时森感觉 罗文家可能比较远 他只做过客委会 没有 你不能 我跟你讲 罗文家为什么几个礼拜前要讲 说用钱的没问题 怎么没有用钱的人有问题 他是不是在讲到自己啊 对 没错 搞不好 他等一下也扣印 说莫名其妙 他等一下也扣印 说莫名其妙 好 我们先解释